花溪十字街是花溪十里河滩旅游度假区重要的商业街区 承载着度假区吃住行游购鱼的多重功能 这里美食云集游客可以一站式品尝到贵阳的特色美食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贵阳广播电视台的荣媒体记者张丽芝 此时此刻我正在花溪的十字街 据相关数据统计啊 从今年的1月份到10月份有超过920万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来到花溪十字街品尝美食 与此同时呢 花溪十字街也是花溪十里河滩旅游度假区的大型的商业街区 可以满足游客们对文化娱乐购物住宿等多方面的需求 那么这里的部分美食商铺呢 也将营业时间延长到了凌晨的两点钟 是当之无愧的深夜食堂 那说到美食啊 我已经透不及待了 初冬来临 寒气逼人 来到花溪十字街 一定要先点上一碗热气吞吞的花溪牛肉粉 其实贵阳当地人啊 喜欢把吃粉叫做缩粉 是因为啊 这里的粉呢 非常的爽滑 所以呢 也非常好入口 也非常的入味 那么如果你能吃辣的话 一定不要忘记 添加桌子上的这个胡辣椒面 撒上一点辣椒面 再配上一点花椒 可以让这碗牛肉粉的味道啊 层次更加的分明 最后呢 再喝上一口 花溪牛肉粉的汤 更加的回味无穷 花溪牛肉粉发源于 贵阳花溪地区 是贵州的一道特色米小吃 选用于牛骨熬成鲜浓原汤 加上爽滑的米粉 配以橙香的牛肉 添上开胃的泡酸菜 再加上一点花椒辣椒 就是一碗九富盛名的经典美食 实不相瞒 其实一碗花溪牛肉粉 已经让我心满意足了 不过既然已经来到了花溪十字街 又怎么能不品尝其他的美食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到这里的小吃城 听听市民朋友和游客们 都有哪些美食推荐呢 好吃的呀 冰粉啊 赵季冰粉 小宝银浆 两鱼巴四娃娃最特色的 两鱼巴还有炒豆腐 还有做眼材 眼材炒饭味道不错的 花溪特产肯定刚刚的咯 花溪十里河滩旅游度假区 是综合性旅游度假胜地 2022年度假区游客规模达166.36万人次 年接待过夜游客126.09万人 年过夜游客中省外游客占比42% 未来花溪十里河滩旅游度假区将作为贵阳贵安市民的后花园 成为爽爽贵阳秀美花溪的新名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